网友在脸书社团中分享 还在超市买的白虾仁 照片中一盒是98元 而另外一盒极其品108元 打折之后卖86块 他質疑说 200克的白虾仁 所谓的打折 原来是拉高价格才打折 让不少网友看了之后 一面打脸圆PO 网友认为说 觉得这个价格可以接受 而且虾仁是称重的卖 有人说生鲜类 不是每盒的重量跟价钱都不一样吗 但是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一盒是3月11号 另外一盒的日期是3月12号 说明日单价不一样 就算是去鱼市场买鱼的价格 也是每天不同 每天都会浮动 有超市员工也跳出来回应 这个问题已经解释了很多次 不管是生鲜或者是干货 都有所谓的档期特卖 而现在呢 他看到的98元的特卖价格 在特价期间是3月9号到3月16号 108元的打折商品 则是在3月9号以前进货的 原官也强调这跟拉高价格 在打折扣真的没有任何关系